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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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宅里边我看不出有啥剧片 其实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很简单 很朴实的语言 所以我留在他这边是因为 看不出来 哪儿像个老师 哪儿说是他在佛学有什么修为 我总给观看一半 就把这些就说 就这样说 其实是最习 你就是喜笑的吗 就是我留在这儿 我就是一个我就是不相信他 我就是感觉他就是个卖菜 假装 或者我认为他跟卖菜没啥趣 就是没啥趣 是吧 沃茜茜卖菜里边 还没有卖菜的感觉到精干 然后呢我就留在 我就留下来看一看 左边光看一二 这三十个人就能给我 还恰死 没关系你就这样写 反正很多人也说是啊 然后我出来他们说真的跟卖菜的差不多 然后你就这样写 或者说什么他也没有说怎么样 就是说大家聊聊天啊 还有你可以是科业的 就是说描写一些他的日常的行为动作啊 就是说很多小毛病啊 你就是说大家写而易解看见的 你就把它说出来 你看说话的时候很多毛病啊 比我们还毛病多 然后你就这样说 你觉得这不行 我觉得行 就这样说 我敢 你就这样说 其实真正的所新选者或者什么 其实也不需要真的有什么像 真的是这种无像啊 你一定要是什么像 不代表人家那种庄严 而外表庄严的不好 你就是这种像 就是说你从这个角度 因为这个世界道场很多 很多老师在穿 就是说老师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他还是传到受业解惑 他是不是解释了我心中的迷惑 所以当我看到他这种状态的时候 我从表象上 我是看不出他有什么东西来 那么我坐在他旁边 我观察他的时候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知道有些东西 不管他在很平和的话 出他这里说出来或者什么 也许我的心中的有些东西打开了 那我觉得受业了OK了就行了嘛 所以不在于他说的多高明 一定要讲社会不会讲究 但是我开启了我内心那些东西 就是很朴实的 而且不要把我说抬得很高 就是很朴实的 你再许说一位老师 就是很平常很平静 就是这样一位老师 很普通的一位老师 佛学的一位老师 他很普通 因为我们很多人把佛学的 一说佛学的老师啊 就很神秘啊 修正啊 就会把他要么很高 要么佛普通的很高 要么可能就是假的 很低假 但永远没有一个很平时的看到 这个老师就是个人嘛 就是个很平和的 你不会用一个平和的心态 去接触一个修正佛学的老师 就是这种平和的心态 唯唯道来 就是这么 就是一点点 你说过来就行 整个那个用力也是平和的 就像灿灿流水 就是水在流 花在开 就是一路往下流 或者你就以我水流花开的名字 就直接做个基督片都可以 就是你的叙述 你的旁白 还有我的一些动作 我的一些笑容 或者一些语言 像水在流 那谁清者有心嘛 谁开花就开花了 没开花就没开花 是吧 水圆了 那就是 然后你就说水流花开就行 然后你再叙述说 我就是结果这样一位老师 然后开始我就不觉得他怎么样 怎么样 我在他身边观察了 我 我听着他的说话 他的说话也就是 小溪水灿灿流 他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的潮起潮落 没有什么那些太多的东西 就这些东西嘛 然后把日常生活的那些 你就那些镜头把这放嘛 那就很简单嘛 然后一条水小溪流下来 就很简单 很普通 很普通 很普实 很平凡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 很安静 很静 然后你很平常性的 很平常的一个旁白 甚至都不需要激动 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音乐 血液的东西 那偶然有一两个血液的镜头 可以 有个月亮啊 有个 有个风雪啊 有一些随便 大家一起的笑声啊 这些都 都已经是水流花开了 你有个微博里面有一段 画写着你的生命是如此的 有两个上面有点画 那是个照片 那是个静态 动感 就是 所有的东西都很平凡 是我们认为 不要 要 多姿多才 要不一样 只有 只有我们 越平 越真的是越 凡夫才越认为 要多姿多才 要不一样 要血了 认为是那样的 其实真正有什么 到真的是和平时的 就像水出石头上转过来 就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就是你要安住在这种平常心的里边 你才能悟到 你才能看到到 我们修道也是 立心深处 光毛万丈 也其实我们在追逐光毛 我们是爆炸以后 其实我们跟着那种光毛走了 所以我们的生活是多彩的 这多彩 我们一直在追求刺激和血赖 就像梨花一样 追逐那些 哇 其实 其实只有越凡夫 越追逐那些东西 而且是 越是 包括修道的都是 小小美族 成为什么 哇 伤痛俱转 或者 要和平 和平时 啥也没有 但是啥也没有的东西 什么就开了 花就开了 花开结佛了 就那么简单 啥也没有 就是花开了 很朴实 啥也没有 然后花在平凡这种开放 知道吧 平常心 没有宗派 没有直戒 什么都不要 那边 什么也没有 就是一条小溪在流淌 就那么简单 然后你的语言 配着这条溪水 当然你不一定拍小溪 就是你的语言 就是这条小溪 知道吧 灿灿流度 很平和 很平板 就像那很普通 就像你的语言 就是 就漫不经心的 微微道来就是 诉说你 你经历过的一个故事 你经历的一件事 然后我是你故事里边的主人公而已 就这样 嗯 就是用你的眼睛看到的 用你的思维想到的 你的观点可以深奥一点 就我认为是什么样的 然后一看他是那样的 太普通 太没啥写的了 太没啥说的了 就是说我我看了他很久 我觉得最没啥说的就是这个 就没啥写的 没啥说的 如果有说的那一定是说给别人听 所以如果写他真的没啥 真的没啥写的 是不是 或者是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就像看到了花 或者看到了石头 看到了一网水 或者看到了泥巴 就是看到这个人 你可能会看到这些东西 看到一个病害的什么等等的都可以说 但是如果有话说 那不是说那不是卡 那是说给别人听的 你在技术一个主人公嘛 你怎么去描述我 我不是我说的那些话 那些话跟我没关系 但是你要放我那些话 给别人听嘛 那这个人是什么 他就是他后边那些东西 就是这个世界的石头 泥巴土墙 木头 就这些东西 卖车的大妈 扫厕所的老奶奶 都都就这样子 随便点 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他 就这样子 一定要从很平凡之处去写出去 没关系 就这样 就很简单 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不一样的 跟其他导演做出来的东西一定不一样 你这样做 才跟其他导演不一样 如果你现在就想做一个金钱斗劫大片 你肯定做不过美国那些导演 你要做什么就像轮回 那些超越轮回 那些你肯定做不了那么血烂的什么山地啊 那些东西我们做不了 但是 故事纪录片 一个故事一个 像故事型的叙述一个纪录片 平凡 不是平淡 平淡跟平淡 平淡会枯燥 里面没水分 没东西 就是平凡 但里面有血有肉 有火桶 什么都有 比如很平凡 一个旁白微微道来 然后里面风景 人物 语言 笑声 什么都有 然后大家看完 真的无法定录 这是个什么东西 人者皆知之者 你怎么评判 你不要跟这个老师去定录 他是谁 他是干什么的 你不要定下 里面没有任何定录 你的整个画面就是一条流动的消息 就在流动 就是这些画面流动 里面有人物 有主人工 有主角 有配角 有很多的画面 但是看完了 每个人有不同的解议 解读 因为他里面的 旁白对白是佛学的东西 所以每个人看完这个片子 他会解读 这是一个纪录片 这是一个说佛法的 这是一个 哎 这是一个什么 他都没法定录 不要说这是一个 记录 这个老师的一个纪录片 或者是 这个是 你不要定录 你就那样很自然的 做一个片 很自然的流动 就是这样 这个就比较特别了 就就 要么我帮你写个剧本 嗯 要么先 够试一个剧本 你别把内容往下切 先 剧本是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 然后旁白什么 说什么 然后呢 然后你把那些镜头 往上切就行了 先跟一个网子 睡下的往上切 你可以突破时空的写 就是从一开始 你就是很古老的传说里边 一些 突然跳跃的现代啊 或者是什么 你的语调有些古老吧 有些 从古至今 就是 然后让人们都 因为我们是很古老的 你知道你的思想是很古老 你知道我们认识问题的时候 有很古老的思想认识 更深蒂固的执着 认识问题的 你不要以为你年轻 所以我们一般都从古老开始 古老的虚书 古老的虚书 几千年 把火流过来 古老的山 古老的水 因为这个世界 其实已经很古老了 有不变的 有变的 动静 就像一个黑白 我觉得你用一些黑白的技术 处理这些图片 所以让人印象很深 比如说你一直是自然 或者风景的一个背景 一直在做 其实做一个自然的东西 有古老的 有久的 你在有个历史 有一些山啊 水啊 让人家 大家感觉它是不动的 但是就是很久了 这个地球上的很多东西 它里面突然有笑声啊 有旁白啊 有语言啊 在讲述什么 面对有些不动的 有些动的 刹那这些 极有极空 极有极空的 在叙述一些东西 可能出现一个 可能没有 但里面的东西啊 就是说 都是极有极空的 极有极空的 拿那个山啊 水啊 那些做背景 那些东西是 感觉一个陪测 或者是怎么样去表达一些 就是艺术性的手法 我比较喜欢两个画面 叠着走 就是它其实能看见 前面有 我明白 我就是说 你做一个陪测 前面有 你所有的风景 这是衬托你的叙述的 你知道吧 衬托一个故事 衬托你的叙述 衬托人物的 所以没必要 突显那个风景 对 旁白很重要 你知道 你这个片子 因为我的出现 或者是一些 身边的人物的出现 你做这个纪录片 要穿 它只是一个片花 知道吧 你已经有片断了 你是摘落的 你是往去放的 这是个片花 所以整个这条线 能把这条线串起来的 就是你的旁白 对 所以你这个解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 就是你是那个串珠珠那条线 这个线你要是 对 线串好的话 其他的这个就串起来 还有一个表现手法 就是平凡说起 太普通了 太没得说了 他真的啥也说不出来 就是你说不出来 你写不出来 没东西可写 没啥可说的 太普通了 就这样起步 然后让大家的 别那么好奇 先放下心来 这是很普通的 有啥可说的 听点 那就从普通开始 老师您刚才说的 那个开头 就那样 那本来就是你的想法 难道你不是吗 不是 那就是你第一次来的想法 老师我 我现在还是没想法 我是希望他们的片子结尾还这么说 结尾有一点心意好不好 就不能老说卖白菜的吧 不是卖白菜 我就是跟卖白菜 老师跟卖白菜 我没怎么看出区别了 最后我还是觉得他是个卖白菜 你气死了 开始的时候 没什么不同 不是 你看看他是 他的过程当中 你感觉你的新的花在开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 我觉得结尾也可以 同样可以这样 你就那样写吧 可以 到最后我还是没开启说他是谁 还是不知道他是该写什么 确实就是这样的 你没法定论 你真的 你怎么定 对 他就是相用 头和尾 就是 比较 不应 然后你也可以写点祝愿嘛 比如说 我还是 我还是希望他能实现得更完美一点啊 比如说更健康一点啊 然后就说找嘴 找嘴 超像 然后最后一起找嘴 没了 没了 找嘴 说这句话的该走 知道吗 是 我们看完那个片子 灯也全关掉 然后我们一个人过去给白云一个耳光 啪 他拨了灯 打了 他不知道谁打的 是卖白菜的 别人给我一个大白菜的 是 太过剖了 这个 那么卖点别的吧 那卖白菜的 我觉得一点不好 我想想卖 我跟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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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后边拍着你 你就平凡 去买点菜去 我这干嘛买菜 买点高雅的 买衣服什么的 二仙叔叔 走了 太过分了 那两个大白菜 回家了 还没看出来 买点豆腐吧 买豆腐吧 买豆腐的 饱子 我这个卖白菜出的 比较普通 因为比喻 太差 也是白菜价 白菜大家都知道 就卖白菜 南北方都知道 什么叫卖白菜 我那些东西都可以写嘛 一见我说 我是不太着想的 对这些什么 听说他有点小舌头 我对这些 早就死空见话了 我看了这个人 还有点舌头有啥呢 不是个魔法 这些你都可以写嘛 不是装神轮鬼 然后你就这样想 然后观察了几天 跟街上卖白菜的 没啥区别 不 我这个比喻 你从一开始 跟我见面那种 对你自己的那种心态 你觉得这个 而且你是不早向的 任何这些东西 不会吸引你 什么他有些小舌头 或者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听传说啊 当然他没有做嘛 在你面前没做过 是吧 那么这些东西是不会 诱惑你的 其实最诱惑你的是 他到底有什么 反正跟街上卖白菜的一样 到底为什么 我主要是要搞清楚这点 他到底假什么 他为什么要说啊 他又是有什么本事 你就留下来看看 我是为什么 就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 到最后也没看出来 就没看出来 这个片子的结尾 你也没看出来 这个就是重点啊 对 这个就是没看出来 所以我也知道 你到现在没看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点 最后 最后你只能 祝福我了 然后装醉了 所以没办法了 你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就麻烦了 看出来不是你麻烦 我麻烦 我就是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你就一直拍吧 就看不出来 是不是 因为你看出来一定是像嘛 你就不要看出来 天下大师傅都能看出来 看不出来 都能看出来 你就这么拍吧 要拍多久 算多久了 就看出来 我就觉得不稀奇 看出来怎么能稀奇 这是一个表现 一张固导人